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刚刚出去通过电话 回到后回来听到周浩鼎无端端勒气我们民主党 挺好笑 不说不知道,现在正在开卫生特别会议 以为在讲这个陈淑庄批斗大会 喂,大哥,周浩鼎你 你这个作为私通梁振英的周浩鼎平时都不想招呼你 我平时对大家都叫礼礼麻麻尽力不开你的名字 你干什么东西啊 喂,你们讲一次,两次,三次就算了 有几多人在看直播 就在看这个局长林郑政府怎么帮业界 今天才宣布美容店突然间关闭 酒吧现在文不聊身 想着这一个多钟就听听你有什么高见 你帮友,其他同事我不理你 我只是招呼周浩鼎你一个 你干什么了 你私通梁振英,私通梁振英,私通梁振英 是不是很烦,很烦,够吧 你问一些民生的东西吧 喂,是不是如陈凯英所说 什么政治呢 就放在一边,民生就放在眼前 我不要记得你他口 但是呢,问题是在于 我只剩下两分钟 就是想问一下你那些第二期的 那些防疫抗疫基金怎么帮人 现在全部在西北风啊,大佬 你们真是开开心心 搞政治 大佬,你究竟搞防疫还是搞政治呢 原本没事的 周浩鼎开我名,我招呼你 平时大家客气气的,OK 现在局长都不知道多开心 我用了两分钟,只招呼你一个 我还有三十秒都继续招呼你 其实不用这样做事了,周浩鼎 喂,我和你做了三年多的同事 我有没有多开跟你这样 周浩鼎相对,没有 啊,我在这里抽水啊 啊,没什么人下来 民主党和人割席 你以为你的党有吗 你当日私通梁振英的时候 你建制把你的同事在哪啊 你自己反省一下吧 我快记住一下自己吧 下来说防疫抗疫 真是笑大人的口 好 我和你说,局长 现在很多人看这个直播 就是看你们的第二期抗疫防疫基金 究竟什么时候会有声气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好消息 局长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